监察院是在今天上午召开院会 先审查了第五届考试院院长、副院长、提名人杨梁公和刘季红的资格 从十点钟起进行投票 今天出席的委员共有69位 投票的结果 杨梁公得到了同一票、66票 有一票不同意 刘季红得到了同一票、59票 有7票不同意 今天投票的过程很顺利 目前在国内的69位委员宣布出席投票 不止了同一票 杨梁公和刘季红今天都发表了谈话 杨梁公是全民总统 去认为何他们认导 进行监察院、刀票 从任何我们的干測之力 层次敢觉得到 配额和刘子任务正大 非常惶恐 我曾经过去的传统运劳 我曾经过去的传统运务 这个往生临到一方 这样子是自然 自然很感觉到难以危机感 新的事両都联合 其他方面 向他通得上 反正各方面的姐姐 联合 一直多富 各方面的希望 在高举机身上 不是在教育卷服务, 教育卷和总统收费, 个人姓氏也是14年, 所以等于他比辞任到高速远去, 在德瑞也很感到疑伪。 看到高速远的工作, 德瑞专得起到的算是很少。 如果从教育的观点来看, 我们知道这个高速, 我们轨角高速制度, 对于大学教育的影响, 非常地大。 比如,高速方面, 它的内容和方法, 直接影响到大学理念的扩程和教材。 外交官高速, 将来做成绩, 让教育外交, 教育外交上都要增加剪辑的扩程。 在影响的想到, 我们轨角需要人才, 教育是配养人才, 那这个高速这方面就是一个关键。 对这个高速的这种办法, 如果实当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回家机要和教育的工作, 能配合得很明确。 那么这一方面我想, 在高速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么, 德瑞专想呢, 如果能参加的话, 愿意在这方面, 勉强聚意见一遍。 那么,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